哈喽大家好,我是杨拖 不知道你对这线公娘图有什么感觉不 反正每次我视频中用到相关素材 私信肯定有小伙伴要和我进行深入的交流 我们似乎对人类的动物萌化非常痴迷 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拥有一条长尾巴呢 有的单目可以抠个尾 我就曾幻想过 这样在蹲坑的时候就不用一直玩手机导致腿麻了 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变个身玩 那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尾巴呢 翻看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样的观点 乍一看似乎挺有道理 然而实际上人类早在转变成直立行走之前 就退化掉了尾巴 而且不光是人类 人员总科下的所有物种 不论是星星长不圆 还是以灭绝的古圆 它都没有 这显然和直立行走没什么关系 而且无尾形态可能就是人员总科的祖政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期原类化石 距今约2000万年前的原康修尔园 可是这个时期的老祖宗就已经是无尾的形态了 目前我们也没有找到原类祖先 逐渐失去尾巴的化石记录 形态学上找不到证据 那我们可以在分子生学层面上推测呀 前不久一个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人类和类人员尾部丢失进化的遗传基础的论文 该论文还被选为当期的封面论文 研究团队在人类基因组中发现了一个跳跃基因 它可能就是导致人类尾部消失的原因 而且这个退化过程可能还导致了十分危险的结果 论文的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夏博成 他是在2019年夏天意外伤到了自己的尾骨后 开始研究的这个话题 据推断 类人员的尾部丢失发生在约2500万年前 刚好是类人员与旧大陆猴子分道扬镳的时期 这也解释了为何灵长部的绝大部分猴子都有尾巴 而类人员没有 丢失后的尾部只留下了三到五块尾椎骨 并在后续的演化中形成了现代人的尾骨 如果方便的话 你可以挖出尾骨来数数 是不是对得上 然后告诉下屏幕前的大伙 研究团队在一个名为TBXT的基因中 发现了潜尾的怀疑对象 一个名为ALU元件的短DA插入 有意思的是它存在于所有类人员中 但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确实 研究团队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对小鼠进行个实验 通过修改小鼠TBXT基因中的ALU插入 来观察尾部表现的差异 结果发现 小鼠尾巴的长度会出现明显变化 这时候小伙伴可能心烦了 那我们人类是不是能逆转基因长出尾巴 满足一些独特的XP呢 虽然这次发现的ALU元件 能对尾部的长短产生影响 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关 一开就能长出长尾巴了 其实涉及到TBXT基因 第六个外弦子上下有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 杂核子表达量等复杂因素 而且我们从业人员演化到现在 已经经历非常长的时间了 逆转到那么久远的基因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别想那么多了 实在有这方面的需要 那就左转买个插件吧 不过这种特定基因调控序列的突变 也有弊端 别忘了 退化的尾骨也还是和脊椎密切相连的呢 研究团队在对小鼠进行实验时 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修改TBXT基因的小鼠 在胚胎期出现了发育停滞和脊椎畸形 即便偶尔能进一步发育 小鼠也会在出生时死亡 这一现象 非常相似于人类的神经管闭合缺陷 这个出生缺陷 可能会导致脊椎无法闭合 这在人类中十分常见 大约每一千名新生儿容 就有一名受到影响 总的来说 2500万年前的这次突变 应该让原类祖先得到个某种好处 至少五位形态 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数期生活 在之后的上千万年世界里 演化出了形态各异的原类 最后到直立行走的人类 与之相应的 就是我们可能也为失去尾巴 付出了代价 那就是高达千分之一的 神经管闭合缺陷 有些小伙伴可能想说 整半天人类没有尾巴 是祖先的基因突变导致的 那有没有哪些器官 是真正在演化过程中退化掉的呢 当然有呢 和同样无伪的原类近亲相比 我们人类还有个独特的性质 那就是乌毛 因此人类也可以被称作裹缘 然而实际上 人类只是表面上的乌毛 我们皮肤上的毛囊数量 并不比其他灵扎的动物少 一个成年人的身体表面 覆盖着约500万根毛发 这个数量 与成年大猩猩的体毛数 几乎是相当 只不过除了头发 腋下 以及审核不想看到的位置外 人类的体毛 都退化成了 非常纤细和短小的汉毛 这是为什么呢 达尔文当初就想不通这个事 只能草率的说 是性选择导致的 还有人提出过寄生虫假说 血迹源假说等等 最魔幻的当属水源假说 这个理论 是由英国海生生物学家 哈迪 于1960年首次提出的 他认为人类祖先 因为海水上涨 演化成了半水生生物 逐渐退却了毛发 而后海水退却 又重回地面 演化成了现代人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人 都是水猴子的后代 也不怪早年间 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假说 因为想在化石中 找到毛发的演化痕迹 在古圣圈 那属于刚学会寡脸 就遇到大胡子 难题啊 不过 古圣学家 还是能找到其他的方法 间接证明 那就是狮子 我们人类身上的狮子 分为头石和阴石 经分子生物学鉴定 头石是人类祖先 和黑猩猩分家时 带来的遗产 而阴石 却是300万年前 从大猩猩身上分化来的 300万年前 人类祖先和大猩猩 发生了什么接触 咱就不八卦了 但最关键的是 这个外来的阴石 仅分布在人体的私处 和头石 竟然形成了地理隔离 就这么演化了300万年 这说明 可能在那个时期 人类的祖先 就已经退化 大部分的体表毛发了 外因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散热家说 直立行走前期 人类在极大的生存压力下 不得不选择建筑偏锋 尝试了一种耐力狩猎的模式 简单来说 就是先把猎物追到虚脱 然后再进身撒个他 但想要实现这种狩猎方式 就必须做到有效的降低体温 在这种环境下 人类的皮肤 逐渐退去了毛发 并演化出了发达的汗线 而保留下头发 是为了抵御头顶阳光的直晒 眉毛 也是为了有效的阻挡汗液入眼睛 然而现代人 这两处毛发 也开始退化了 不信 看看屏幕前的你 如果说上百万年的演化中 对人类作用不大的器官 成为痕迹器官 静静的留在体内也还好 然而有些退化器官 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 比如藏在我们口腔内部的第三毛牙 也称智齿 虽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智齿似乎没什么用 但他却动不动就发言 或许他不甘心被遗忘 想证明自己的存在 然而他一发言 我们就得收口了 大家的智齿发个言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想了解更多其他古生小伙伴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张作 下期见 拜拜